好,那現在我們來拆第二件 就是說 那個 免費一個月使用司機線上 我知道吧 然後他一樣也是 像剛剛這樣子 那麼大的一個箱子 包裝 結果這件蠻奇怪 因為他只是 一個門號幹嘛搞這麼大 浪費地球之餘 不管 反正他就是這樣寄來 然後我們來驗收 一樣 就是這樣 都沒有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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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拆 上面他是貼了一個信封的 這樣我也沒拆 沒有拆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拆了 好,拆掉 先把香菜沒拆 拆掉之後呢 最寫刻我的名字 拆拆 這邊有信封 這邊垃圾包裝真的很多 浪費可以 好,再來 信封嘛,在這裡 那 我們把他看一下 欸這個 哇 這乾呼 還怕他封死 那所以說 我看我用割的好了 放在這裡 信封的放在這裡 所以 我拿一個後子板 這樣 擱什麼 擱另外一側 我把文件都往後半段推 所以上面這邊是有什麼 我這邊看是有空隙 有沒有 這一段大概一個指頭的空隙 所以我就打算 從這裡 把它 割開 割開之後 我們看裡面 打開 裡面是空的 空無遺物 OK 這樣子 歡迎加入這一個 信封 好,旁邊 這打開呢 是什麼呢 首先 兩張 有兩頁 第一張是第三代行動 通勤業務 行動寬評業務 申請書 這樣子 那 這我應該申請過了吧 還在填一次嗎 剛剛我 已經有交給那個 誒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物流公司的 這個送貨的先生呢 已經有拿 這個 這兩張 分別呢 有兩份 一份呢就是 他是說 信版 另外一份就剛剛我們拆那個 那個 手機大門好的 我都各有簽 一份 這個給他 我們都要交回去 所以我總共簽了兩份 好 一四 兩份 我都簽了 一份是第三代 行動通勤業務 行動寬評業務 申請書 簽名的地方呢 有兩個地方 我都簽了 這邊 我有簽名 還有 這邊 這張我簽了 這邊跟這邊 總共簽了 兩份 因為一份是 這個信盤 另外一份是 手機辦門房 第二張是什麼 支配確認表 這一樣我也簽了兩份 支配確認表 這一個表格 然後簽在 這個地方 簽在這個地方 好 看起來沒什麼 我們就把它放回去 這個有空還是要看一下 就是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利義務關係 我碰再來看 放旁邊 放旁邊 接下來看這個箱子 我們把它拆開 第一刀從這裡畫 第二刀 對面 第三刀 上面這樣稍微翻一下 從中間頂一下就可以 從中間頂一下就可以 這樣子就 很容易的打開了 裡面是這樣 真的是很不環保 這樣 有東西有喔 這個 SIM卡 這個是 免費 欸 哇 又block掉了 因為這錄影都沒有中斷啦 裡面是空的 有一張SIM卡 那這張SIM卡是 零元 體驗 一個月 無限上皇 吃大法 但是它通話時速 分鐘好像十分鐘 往內外 好像就是 通通直接十分鐘 超過就要付 大概付錢 不曉得 但是基本上 我是拿體驗的 箱子是空的 就沒有了 沒有東西 箱子我就先丟掉 裡面呢 這個呢 除了這張SIM卡 在這裡 這張 裡面有文件 大概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在文件裡面 把抽出來就這兩頁 分別是什麼 出貨單 跟商品 退貨 都一樣 跟剛剛拆 跟那一盒 手機 門號是一樣 就這兩張 好 那麼呢 這是SIM卡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好 初步驗收是沒問題 然後 好像都到了 那 接下來就是功能測試 一會兒 一會兒 走